強迫金滿江熊 打公仔局輸五千元 六月份強迫金表現出了 見到銀碼少了? 不用出奇 事關仲有好多人陪你 看一張成績表 二十四類基金入面 二十二隻都要掉 可以說是滿江熊 當中大中華區流血不止 好像被譽為股值很便宜 增長好好的中國股票基金 上跌8.44% 打公仔創愛的港股基金 跌6.29% 包含台股在內的 大中華區股票基金 跌6.12% 包辦了強迫金跌幅 投資為免的三隻 每個打公仔六月 平均要是五千一元 而死靜總 就只剩日股基金 和港元貨幣市場 不想局輸 到底應該怎樣部署? 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仍然還可以繼續進取 本身的資料 進取的話就沒有變 當然應該繼續去賣 就一直追求中國股市 因為我自己看 始終都會 資金流向輪土 中國股市會走 但對於很多投資者 可能會認為未來半年 中國股市未必有這麼大運行 他們就可以留意一下 一些亞洲的拒絕金 換回去 反而日本 我覺得應該繼續減錢 不過策略歸策略 想進取還是保守 都應該走回個人能力而定 他們會找到 下次見 進去 感谢观看